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一则新闻 一种有大马商人涉及在内的美国海军 逆连来最大规模贪污和性贿乱有了新的进展 7名被告之一的海军指挥官桑切斯承认罪行 包括接受大马承包商弗兰西所提供的豪华旅行 性服务和贿赂金 借此帮助后者获得数百万美元的美国海军军舰服务合约 而这名大马商人的公司里的两名被控行贿的职员 也同样承认罪名 不过商人本身被控时却坚持要求审讯 这起贿赂案在2013年被揭发 涉及的金额高达数亿美元 下一则新闻 亚航QZ8501最毁至今超过一个星期 早期印尼交通部指出 印尼亚航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之下 从四水飞往新加坡 对此今天亚航的首席执行员东尼做出否认 他指出这个误会只是属于行政出错 印尼亚航在印尼和新加坡航空当局的批准之下 从1月12号到30号期间 林茂和淡边县将开始实行隔日配水措施 2月份恢复正常水供 3月份继续隔日配水 4月份则恢复正常 另外由于水灾影响导致蔬菜涨价的问题 有望在1到2个星期内恢复稳定 蔡农总会表示 依照目前的天气状况 供应正常的话 本地蔬菜应该不会在新年期间涨价 接下来还是名声课题 针对煤气价格调涨的消息 贸销部今天指出还没有正式批准家用的煤气价格上调 因此发现有任何商家私质调整煤气的价格的话 消费者可向贸销部投诉 最后来看国际新闻 伊斯兰极端组织哈里发国近日发布最新的影片 一名被指盗窃的男子在大批民众围观之下被斩下手腕 影片中只见小偷被蒙着眼睛 由另外一人将他的手臂紧压在桌上 行刑过程并不干脆 一刀转下手腕之后 再将未完全截离的手掌扯断 场面实在让人惨不忍睹 那今天的新闻到此结束 谢谢你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